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10月7号召开了第19届中纪委第7次全体会议 这是本届中纪委的最后一次召开会议 也是中共二十大之前的一个前哨会议 根据这一次中纪委全会公报 可以看出这一次中纪委会议 或者说中纪委全会是非常的不正常 那么在说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今天10月7号人民日报再次恢复了 整个报纸都没有出现拥戴习近平政治口号两个确立 从10月2号到10月5号 人民日报是连续四天 整个报纸都没有出现过两个确立 但是在昨天10月6号 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出现了一次 两个确立 今天10月7号人民日报头版文章 包括整个的人民日报都恢复了过去 整个报纸没有出现两个确立的情况 所以说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呢 人民日报基本上已经是不挺习近平了 因为这个两个确立就是三天打鱼两天赛网 偶尔出来一下并不是很认真的来去力挺习近平 今天10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 又是习近平出书了 这条新闻说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一规制党论述摘编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最近这一段时间习近平通过出书的方式来刷存在感 已经是出了太多的书了 大家叫做见惯不惯也不算什么新闻了 今天10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的第二条新闻 是吹捧习近平的系列报道 伟大复兴壮丽航程 不过现在这个吹捧习近平的系列报道 已经成为有名无实 就是他完全没有提到拥戴习近平的政治口号两个确立 也就是形式上吹一下 实际上并没有吹捧习近平了 今天最令人关注的新闻 当然就是第19届中纪委第7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从会场的情况来看 并没有看出什么很特别的情况 但是从会后发表的会议公表来看 这一次中纪委全会可以说非常的不正常 在说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先说这一次中纪委全会是戳破了一个假新闻 根据香港星岛日报10月1号的报道 说中纪委在二十大之前要大换血 现任的上海市纪委书记刘学兴 公安部纪检组长孙兴阳 还有中共广东省委主治部部长张福海 将在中纪委的第7次全体会议上 增补为中纪委的副书记 其其晋升为正部级 特别是其中的公安部纪检组组长孙兴阳 那就是习近平的亲信 所以就特别的引人注目 但是根据这一次中纪委的全会公报 根本就没有什么中纪委大换血 没有增补任何新的中纪委的副书记 这就证明了香港星岛日报说 中纪委大换血是一个假新闻 习近平的亲信孙新阳也没有晋升为中纪委副书记 由此可见 现在香港报纸的这个爆料也并不准确 经常是闹乌龙 转回来说这一次中纪委全会的不正常之处 第一个不正常之处就是这一次中纪委全会的公报 太过于简短了 全文只有176个字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过去同样换件之前的中纪委的最后一次全会的全会公报 5年前2017年10月9号举行的中纪委第18届八次全体会议全会公报的字数是310个字 10年前2012年11月4号举行的中纪委第17届八次全体会议全会公报的字数是940个字 我们通过对比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这一次中纪委全会的公报是过于的简短 它没有涉及到任何政治立场和政治表态的话 那么中纪委全会公报为什么会如此的简短呢 可能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在会议上发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和增值 双方的意见无法统一 所以中纪委全会的公报只能说几句最简短的官话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政治误导 所以在中纪委的全会公报中 它就不方便有涉及政治立场和政治表态的词句 只能把会议的这个全会公报压缩到最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第二种可能性啊 这个概率应该说更大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的中纪委全会公报的全文 因为这次中纪委全会公报的全文非常简短 只有176个字嘛 所以这里就全文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纪委十九届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0月7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纪委委员129人 列席2人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讲话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同意将报告提醒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会议审议 那么我们看这个中纪委全会的公报全文实在就是已经短到不能再短了 在二十大中共的最高领导班子大换届之前 中纪委的这个全会公报居然没有任何的政治表态 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里就对比一下十年前在2012年 就是十八大中共最高领导班子大换届之前 就是胡锦涛马上就要退休之前 那个最后一次的中纪委的全会公报是怎么说的 由于2012年中纪委这个全会公报的次数是比较多了 这里就摘要相对重要的有关政治表态的这一段话 这段话说 全会认为党的十七大以来 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方针 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会要求各级纪委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勇于进取扎实工作 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为圆满完成党的十八大各项战略决策部署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做出更大贡献 那么我们看这段中纪委全会公报的话 前面一段叫做全会认为 这段话就是对过去五年这一届中纪委的工作总结 这段话说 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提出的这个科学发展观 然后他们就扎实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 这段话不仅是对胡锦涛的吹捧和肯定 同时也是对这一届本届的中纪委 他们五年来工作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所以说在本届中纪委结束任期换届之前 中纪委全会要对本届中纪委的工作进行一个回顾总结 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事情 不能缺少的嘛 所以2012年第17届中央纪委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在全会公报做这样一段回顾总结 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也是一个必要的事情 那么相反我们看今天的第19届中纪委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居然没有对本届中纪委的工作做一个回顾总结 就是只字不总结本届中纪委过去五年来的工作情况 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很可能啊 就是他们想要避免出现吹捧习近平的一些政治表态 这样就会造成很大的政治误导 因为我们看过去十年前中纪委回顾他们过去五年的工作啊 就是要吹捧一下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啊 要说中纪委的工作是在胡锦涛的领导下去得的成就 这样的吹捧呢 在中共官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官话 其实都不算吹捧了 因为公式化就是要这么说的 所以呢 如果这一次本届中纪委也要回顾一下过去五年来的工作情况啊 就必然要吹捧一下习近平 这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现在对习近平这个问题是非常的敏感啊 如果这一次的中纪委全会公报出现了一段吹捧习近平的文字 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政治误导 就会误导人们认为啊 中纪委是支持习近平连任的 特别呢 现在这个海外挺习近平的媒体啊 如果是看到中纪委的全会公报出现一段吹捧习近平的话 马上就会兴风作浪 就会掀起一阵习近平铁定连任的一个舆论风暴 会造成很大的政治误导 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政治误导 所以这一次中纪委的全会公报 干脆呢 对本届中纪委的工作也不做什么的回顾总结了 一句话也不说 这样呢 也就不需要吹捧习近平了 也就不会造成政治误导了 我们再看2012年第17届中纪委的最后一次会议 他们还提出了一个会议要求 这个会议要求啊 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表态 他就是表达对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一个工作的肯定 或者是对胡锦涛的一种支持 所以最后呢 他这个会议要求是这样说 全会要求各纪纪委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勇于进取扎实工作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段话呢 其实也是必须要说的一个公式化的官话 就是中纪委最后他们要表一下政治表态 就是要表态对胡锦涛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在马上胡锦涛就要退休之前呢 用这样的话呢 等于是在吹捧胡锦涛一下 也就是对胡锦涛适应来的工作 也是一个回顾和总结 对胡锦涛表达一种感谢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胡锦涛马上就要退休之前 他们还要继续说 要紧密团结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这里绝对没有什么要力挺胡锦涛继续连任的意思 如果说今年这次的中纪委的全会公报 也写这么一段公式化的官话 说是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要勇于进取扎实工作 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有这么一段话呢 马上就会被那些挺习近平的媒体啊 作为习近平铁定连任的证据 他们马上就会说呢 中纪委全会公报都说了 要紧密团结在习近平周围 还要勇于进取做出更大贡献 这就是暗示习近平要连任嘛 所以才要勇于进取嘛 还要做出更大贡献嘛 所以这就是表示习近平铁定连任的一个证据了 因此呢 今天的这一次的中纪委的会议啊 他的会议公报 为了表就是避免这样的政治误导 所以他就不能再说这样的公式化的官话了 如果这么一说呢 确实会在海外掀起一场习近平铁定连任的舆论风暴 会交成一个很大的政治误导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纪委的这个会议公报啊 最好什么都不说啊 简短到不能再简短 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政治误导 所以呢 我们理解了当前的中国的政治情况 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一次中纪委的全会公报会如此的简短 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政治误导 特别是现在海外的媒体啊 基本上是被习近平派系控制的情况下 中纪委的全会公报 只要出现一句吹捧习近平的话 马上就会在海外掀起一场习近平铁定连任的舆论风暴 就会给国内的反习近平派系造成被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一次中纪委的全文公报 全会公报啊 短到如此的不能再短 也算是一个用心良苦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